根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出的世界人口十大死亡原因 心血管疾病就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杀手 1719万人在这一年里因心血管疾病而亡 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 马来西亚在2019年里平均每天有50人因心血管疾病而亡 你们知道什么是心血管疾病吗 心血管疾病是一组心脏与血管的疾病 它包括冠心病、脑血管疾病、周围性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的最初警告便是胸痛或呼吸困难 走路时小腿有剧痛感甚至是中风症状 患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胆固醇的三高人群 有很高的几率患上心血管疾病 另外肥胖人士与吸烟人士也属于高风险人群哦 在马来西亚有50%的人口都有高胆固醇的问题 尤其是在MCO期间 不控制饮食会对健康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预防剩余治疗 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症状 那就到CVSKL让专业的医务人员为您检查吧 用行动爱身边的人 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便是最好的表示